作词 作曲 李宗盛 最后要跟大家来看一看教会的组织 到底在教会的组织里面 按照圣经的记载 是会包括一些什么的人手呢 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宗派 有不同的一些做法 但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看看圣经它怎么看 首诗《二卧所书》四章11到12节 他所赐的 有仕途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承传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神似给教会有什么人呢 是令到这个教会可以健康地成长的呢 他告诉我们 原来有仕途 仕途是第一个世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是目睹耶稣基督一生的事迹 目睹他的受难和复活 这些人 圣经里称他们是什么呢 是教会的根基 教会是建立在他们的根基上的 第二类人呢 是先知 到底先知是什么人呢 一个更加合逸的方法来到去翻译先知 就是那些神的代言人 但是第一个世纪的时候 这些是非常多 旧约更加多 旧约的先知 就是每逢讲完预言的时间 都讲得清英楚楚 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来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见到新约的先知 就极小话 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是因为这样 我们见到旧约的先知 讲得出来的时间 是将神自己默示的说话 写下来 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说话 透过圣灵的引导 试图记下这些东西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还有应用性的 才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说话 但是他们是神的代言人 不一定是讲将来的东西 是讲到神对整个世代 和人的一些需要 和将他的心意说出 但是 耶和华所书二章二十节 他就告诉我们 教会是建立在 仕途和先知的上面 如果是这样 那我就相信 这是个人相信 就是说 仕途和先知 是第一个世纪 是整个正典 还未成立之前 神简选的这些人 来将他自己的心意传递出来 但是仕途先知 是已经成为教会的根基 如果仕途是根基 那仕知 应该好像仕途一样 第一个世纪 正典成立了之后 它不再存在 好了 跟着神传途教会 还有一些不同的职份 是有传福音的 这些是开荒的牧者 有牧师和教师 牧师和教师是一种的职份 是得一个指定的贯词 换句话来说 是教导的牧者 或者牧养的教师 牧师是一个教会里面的功能 不是光是教导 他也要牧养 不是光是牧养 他也要教导 他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 去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直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度上同贵于人 所以所有神慈悲教会 这些的恩慈 这些我们叫做职位 目的都是建立信徒 一起去建立基督的身体 而不是他们做 成世都是他们做 而是他们要建立到 更多的弟兄姊妹 去做到他们做的事 跟着 提多书一章五节 斯能传十四章二十三节 也都告诉我们 保罗在各城里面 设立长老 长老都是教会里面的职份之人 到底这个长老做的是什么呢 按照斯能传二十章告诉我们 长老其实是一些教导 是一些大领 甚至他们称他们为教会的监督 所以这些人其实真正来说 所有的目者其实都是长老 好了 接着下来 斯能传第六章 他就告诉我们有另一种职份 这种的职份应该是指着执事来说的 他们是执事是分担各方面的行政 各方面的分配各方面的组织 按照斯能传第六章 他们是那些派饭的人 或者是负责安排派饭的人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看到执事这个字 在希腊文原文 Deakins 是站在台阁服侍的那些人 最后一段的经文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契约的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教会的侍奉 不只是这些牧师传道人长老 执事监督他们做的事 教会的侍奉 应该是所有弟兄姊妹都有份参与 所以因为这样 各位弟兄姊妹 作为一个信徒 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 都有我们扮演的角色 我们求神给我们知道 我们的恩赐在哪 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 尽量发挥 一起去建立基督的神体 愿神慈福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